《甲语真言》 女婿和儿媳妇 这年头儿女实在不好管 他们自己足以大着呢 陈德宫叹了一口气 对来探望他的老下级孙志成 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所谓老下级 现在也已经离休了 他知道陈德宫的女儿都三十出头了 还没结婚 心里就想主意了 因为他的儿子也还没找到对象 他心想 陈德宫的女儿配我的儿子 这不是很门当户对吗 他虽然说是陈德宫的老下级 其实进城以后官也升得挺高的了 手上的拳虽然没有陈德宫大 可也不算小 可是他一跟陈德宫谈话 就知道没戏了 陈德宫的女儿自己不会同意 陈德宫本人也不见得 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位老下级的儿子 他们看不上这个儿子 他既没上过大学 更没出洋留过学 据说他现在在海南岛很能折腾 成了一个什么大款 身边的姑娘多得很 可是他父母都觉得配不上这宝贝儿子 这儿子自己有什么想法 他们却不清楚 总是在替他瞎张罗 这是中国做父母的一贯作风 孙志成的儿子叫孙童 他不上大学 觉得那没用 把眼光放远点 先到海南岛这个极有开发前途的地方 去占个地盘 他的想法果然不错 到现在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和外商联系也很多 是个名正言顺的大款 在海南岛是个知名人物 他究竟办的是什么企业 做的是什么生意 却没人知道 替他做事的人也都闭口不谈 说这是工商业的秘密 不能随便说 对利润影响太大 陈德宫他们家 也早就听说过孙童现在很有出息 对改革开放政策理解得很透彻 眼光放得远 因此收获也不小 可是对陈德宫的女儿儿子来说 孙童还是个土包子 打心眼里看不起他 陈德宫的这两个孩子 都给外国公司当代理 而且这两家公司都是很大的公司 说出去人家也都知道 他们的工资很高 如果做成几笔大生意 还有回扣 数目就更大了 因此现在他们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他们整天在洋人群里出出进进 要么就同中国的高阶层人士会晤谈生意 小汽车 高级管店 出国等等 都是家常便饭 什么伦敦 纽约 多伦多 悉尼这些地方都去过 市面都见过 他们对普通的什么政府官员 根本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是地方政府的官了 那种所谓外省的地头蛇 他们一律都认为是土包子 泥腿子 所以陈德宫告诉他们孙智诚来提亲的事 这女儿扑斥一声大笑起来 不过陈德宫却认为女大当价 到了这个岁数还不结婚 总有点不大对劲吧 他本人倒觉得孙童原来是不合适 不过现在事业有了一番成绩 倒也不是不能考虑 他知道女儿的心思 知道女儿不会看得起孙童 他怎么才能说服女儿呢 想来想去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只能等着瞧了 可是他女儿陈小红心里早已定好了目标 事到如今已经有八成了 陈小红为外国公司做事 工资高 有回扣 当然是吸引人的 但陈小红之所以干这一行 是为了认识人 通过公司的生意往来 可以结交许多人 其中就能找到合适的对象 陈小红的目标并非爱情 而是实际 他虽然出国多次 但却没有能在国外定居 拿到外国护照的机会 他想要一张外国护照 留有后路 这是当今上层社会几乎人人追求的东西 这比起什么几大件来重要得多 到了这个岁数 已经不能用出国留学泡着步走 直到拿到护照为止这种办法了 只能通过婚姻达到目标 这就是他找对象的第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得找个老外 或是有外国护照的华人 第二是物质条件 他在国内一向过的是第一流的生活 改革开放前 陈德宫凭着老资格 待遇很不错 虽然文革时受了一点委屈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 时间也不长 后来官复原职 子女没受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陈小红必须得要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 能维持他目前生活水准 或许还能再提高的一个富翁才行 而他现在已经看中了一位英国绅士 名叫罗杰 这个英国人并不属于陈小红所在的外国公司 据他说他是独立经营的生意人 从他平常花钱的样子看来 他不是百万富翁 就是亿万富翁 年纪不小了 大概总有五十多岁 这陈小红根本不在乎 再说罗杰的样子很神奇 身高一米八以上 肩膀很宽 满面红光 两只蓝眼睛很大 眼窝很深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冬天穿一件很讲究的开斯米黑泥大衣 皮鞋擦得光亮照人 他和陈小红是在一次陈小红所在公司开的一次招待会上认识的 陈小红听说 罗杰同他老婆最近离婚了 觉得这倒是个机会 于是就使出他的一番功夫来 不到一个钟头 这个名叫罗杰的老外 就被他抓在手里了 陈小红从罗杰嘴里打听到 他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乡下有个大宅子 在伦敦还有一套单元房 他说他不常去伦敦 他不在伦敦的时候 那单元房就空关着 他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跟他不好 跟他太太住 他们母女搬到牛津去住了 跟他完全不往来 断了联系 小女儿跟着他做生意 据说此时此刻也在中国呢 他在搞一项合资的生意 他同中国方面的代表一块在昆明见面 他们据说还要到别处去考察 具体到哪儿 罗杰也说不清 陈小红一听 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还挺密切 这倒是很要紧的 因为虽然陈小红想要一本外国护照 但他并不想在外国常驻 只是留条后路罢了 万一中国有什么动乱 他就不怕了 所以如果这老外和中国关系密切 那他住在中国就不成问题了 或是常来中国也就不会使夫妻分开太久 陈小红很高兴 心想总算没白等 现在等到了 非常趁心满意 陈德公心里还稍稍有点想不开 和老部下孙志诚谈话的时候就流露出不满情绪 而且还表示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孙志诚的建议 谁想到孙志诚也说 他儿子孙童也搞上了一个洋妞 据说是做生意的搭档 准备不久就结婚呢 陈德公这才心里稍稍安定下来 看来这年头中外通婚是免不了的了 算了 我也别反潮流了 儿女爱怎么就怎么着吧 至少钱的方面不必发愁了 当初革命不也是为了富吗 这回富了就达到目标了 其他是次要的 不管他算了 他这么想开了之后 就对女儿的婚事关心起来 计划大宴宾客热闹一番 谁知道罗杰却反对 他不主张太铺张 他非要陈小红到英国 去和他在教堂举行仪式 结果他们只在中国草草登了个计就算了 陈小红辞了职 他老板还觉得很可惜 而且还说了一句 使小红莫名其妙的话 他说 小心照顾自己 罗杰年纪大了 我想他不能照顾你那么周到 陈小红想问他是什么意思 可是时间匆匆 没顾上追问一句 而事实是 罗杰对小红很好 到英国一结完婚 他立刻就把他两所房产的名字都改成陈小红的 陈小红心里更高兴了 陈小红和丈夫走了之后 过了几个月 他弟弟的那家外国公司 正好要叫他到英国去出一趟差 大概要去伦敦一个星期 他很高兴 欲先打电话 告诉他姐姐这个消息 开始他一直没找到他姐姐 打电话到伦敦的公寓 没人接电话 打到爱丁堡 家里的佣人说 他们还在伦敦没回苏格兰 电话打了几次没有成功 他想算了 到时候去找他吧 不必欲先多说了 他爸爸陈德宫 也为这两个孩子高兴 还买了好几盒新出的仙人参蜜片 叫儿子给新女婿带去呢 过了两个星期 陈小红和他弟弟一起回来了 陈德宫看到这两个孩子 立刻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究竟是什么 他们也不说 只说都挺好 陈德宫问他们罗杰为什么没来 女儿说有事不能来 问他英国护照拿到没有 他说拿到了 他还把那本护照拿出来 给他爸爸看呢 他又问罗杰给小红的房产呢 小红也说还在那儿 伦敦的单元房 他安排租给人家了 苏格兰的乡下大房子 他准备卖掉 现在正在卖 还没有找到买主 陈德宫再问 他们就都不开口了 陈德宫想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只要人平安 不缺钱用就行了 他的老部下孙志成 竟然也和他有类似的经验 他儿子老婆的父亲 把所有的钱和股票 都写了他女儿的名字 所以孙童现在更有钱了 成了亿万富翁 不过知情的人谣传说 孙童的丈人因走私毒品 在英国被捕 判了好多年徒刑 这家伙很机灵 一看苗头不对 早就把钱全洗了 把大部产业给了女儿 房产却给了新娶的中国老婆 所以政府一个子也没收着 全文完